你真的不要走窝那條路 在這條私人走的路 其實在整個電影裡面 孟昭都是很沉重的 他一直都是一個隱忍的狀態 就是在四處奔波逃竄 他等了這麼軌跡離窝 本人特別特別遠 拿捏這個角色的情感 也是花了一段時間 就是 孟昭它是一個很瘦的 刀子一樣的那種瘦削的那種感覺 你得有這樣的東西 你才能插到別人的心裡去 孟昭苑的這個很帥 我們就是要讓他把外在的東西 把它收起來 別再陪了 你在身上帽子帶上 你看不到 包括他的油頭髮 曬黑啊 減身啊 減肥啊 就是不洗頭嗎 最長時間擦熟 五六天都沒洗過頭 導演反應摸一下就擦熟了 太像這種三段時間 膀死想兩個瘦了 他臉這樣尖嘛 曬得特別好 我覺得是精采到的 我覺得當時我都已經習慣這種生活了 就一天我開電視看到就是大家在舞台上跳舞的時候 我感覺內跟我特別遙遠 感覺自己就是在南部的 有一段時間就是會出去到修車鋪裡面去跟著學 修摩托車修那個卡車這些 就會看他們真正做這份職業的人他們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所有的這些活他都得會 我得讓他變成一個就像一個非職業演員一樣 我好像就找了一個修車工 我看了小凱就很親切 因為這個劇情裡面有好多來自於我少年時代的業力 太熟悉了 我自己就是修汽車出身的你知道嗎 小凱對任何動作來講 我覺得他都沒問題 一 二 三 我覺得他挺男人的 你心裡頭是有那種小野獸的東西在 辛苦啊 只能有傷口嗎 沒有什麼大聲 就是沒有什麼斷手斷腳這種的 能拍戲的話我覺得只要能扛過去的 其實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別發了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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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會�了 我來 他能打开另外一个频道 他那个电波可以接收到 来自另外一个灵魂给他的信息 我觉得就是把自己交付给这个人物吧 就是让自己相信这个人物 让自己的灵魂尽量地变成这个人物 《孟超不告别》 完的过了一段时间 感觉内心空空的 就感觉你的一个朋友突然不见了一样